记者林国贤云林报道,云林线六青海域近日出现大量春候鸟北飞生态奇景,有民众将万鸟齐飞伴随夕阳画面拍下PO网,吸引网友观看,之说没呆了。 拍摄的民众指出,从25日起六青附近海域就出现大量候鸟北飞景象,每群数量有1000只至2000只,当天至少有30多群,幻想下来数量超过5万只,这几天过境候鸟超过10万只,是他第一次看到如此数量庞大的候鸟群。 台湾生态学会云林工作站站长陈清正表示,由于拍摄画面比较远,难以确实判断鸟种,不过,依飞行的样态与体型,研判是有青鸣鸟或扫木鸟称号的灰面狂鹰。 陈清正表示,灰面狂鹰为中心鹰,身体呈黑核色,加灰色,眉宇喉部位白色,喉中间有一条黑色的纵斑,呈鸟眼睛红膜黄色,胸部致腹部密不合色的纵斑,又鸟眼睛红膜合色,胸部致腹部密不合色的纵斑。 陈清正指出,灰面狂鹰每年在清明时节北返西伯利亚,中国东北,南北韩,北海道等地繁殖,然后在国庆日前后,南下渡东,不论北返或是南下都会过境台湾,也是欣赏英和最佳时刻。